王女士28岁来自良宁自由职业 什么情况 来 有请 什么情况 那边吧 是 编导社让我跟那边出来 但是我跟她分开在一起 从来没超过这么长时间 她一会儿 怎么长时间 这一转门不就15秒吧 不行 她从转门这边 我在这儿站着 她跑了怎么办 看着是吧 对 你算我们史上第一位这样的女嘉宾 就是这么没有安全感 对 这样的主持人 结婚之前还好好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她总说我黏着她 没有个人空间 我觉得我都嫁给她了 我就是她个人空间 她还要什么个人空间 对 对 对 你就是她的 你要什么个人空间啊 我跟你说主持人 她这个就是说黏有点太黏了 咋黏啊 包括这个工作上 包括这个朋友 厨余都需要在一起 我就想跟她一个工作单位怎么了 不是 现在她不是个体 你不是自由职业吗 是 她现在自己干点儿 之前我们是在一个工作单位上班 之前吧 是这样 我们是在同一个单位 之后呢 不在同一个部门 休息的时候 或者说她有时间的时候 她就过来找我 她每次都过来找我 每次都过来找我 之后的话 领导就因为这个问题 找我谈过话 后来的话 也是因为她这个太黏人了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上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也就是辞掉了 那我俩之前出对象的时候 不就这样吗 那会儿你也是工作比较自由 自己干买嘛 然后你就在我单位陪着我上班 一陪陪一天 那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 两个人在一起上班的工作 那你就陪着我能怎么了 那我之前的话 我是有那个时间 但是婚后的话 那我作为一个男人 责任会更重一些 那你就拿离婚跟我说事啊 今儿离婚 免儿离婚的 不提离婚 我能把结婚证弄丢吗 哎呦 主持人我跟你说 在来之前 节目所需要这个结婚证 后期的话都找不到了 他也不知道给藏哪去了 这都是现补的结婚证 是这样的 主持人 他跟我吵架 一吵架就说 那咱们别过了 我和他怕他跟我离婚 我就把结婚证藏起来了 吵一次架吧 我把结婚证换一个位置 吵一次架吧 我把结婚证换一个位置 或者换区 可能藏的地方比较多 然后导致这次来的时候 我都把家拆了 我都没找着 我把结婚证藏哪儿了 然后我们先去补的结婚证 这就不乐意了 那你说我藏起来了 我忘了 还不是因为跟你吵架 那你这藏 你觉得我说跟你离婚 就可能离婚吗 再说了 想离婚的话 那会非得有那个结婚证吗 那有其他的办法 他还是想离婚 你怎么这么没安全的 是这样的 因为可能是跟我前男友有关吧 因为我之前出过男朋友 然后他就总是欺骗我 然后总是晚上出去喝酒 然后有一天呢 告诉我他加班 然后我正好跟闺蜜逛街 逛着逛着吧 我就在那个橱窗里 看见一桌子人 他在那站起来举个杯 然后我进去 哗 就把桌子给揉了 他那个前男友 他之前就跟我说这个事 后期的话 导致我都不敢跟我的朋友出去吃饭 就算吃饭的话 要么是带着他 要不然不能超过小区 那你那天跟楼下 跟你哥们出去吃饭 不也是我没去吗 那你规定我两个小时 必须得回来 完之后每隔十分钟 给我打个电话 每十分钟给我打个电话 这会儿我电话都打关机了 那你后来不关机了吗 我们俩的关系是 不能超过200米 你这都超过我 两公里都在小区楼下了 我八口喊你 你能听见吗 为什么不能超过200米啊 因为我觉得他要跑了呢 他跑了呗 那不行 我好不容易结婚的 跑了咋整 而且他也挺享受这过程的呀 享受吧 我之前还好 但是婚后的话 就是说朋友也多了 一些事情需要处理的也特别多 你说他带着闺蜜 吃饭也好 逛街也好 你都带着我 但是有些时候 确实是挺尴尬的 我觉得能接受我的人 才是我闺蜜 接受不了我 接受不了我带着你的 都不算我朋友 你不怕你闺蜜跟他有点什么 不可能 为什么呀 天天在我视线范围之内 而且我的世界里只有他 他陪着我吃饭 给我做饭 给我洗衣服 照顾我 家务活都是他干是吧 对 什么都是他是吧 对 从我认识他开始 洗衣服 做饭 熟食屋子 照顾狗 都是他 那你干嘛 我待着 玩戏 然后呢 看电影 然后我觉得还好啊 我没觉得什么呀 那一次吧 我那天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难受 嗯 完了之后 他就非得说 饿了 那你那个 你给我弄点吃 对吧 给我做点饭 正好是赶到夏天的时候 厨房的话更热 做完以后 他叫我吃饭 我说你先吃饱 我实在是太难受了 这才 后来 后来 我说我高烧了 完之后 说他带我去医院了 那我不也没吃饭 带上医院了吗 那我都高烧39度5了 那你要再不带上医院 那我可能就得12点 他又走了 那我不也没吃饭吗 我不也陪你去医院了吗 那你不陪我去医院 那我得自己去呀 是这样的主持人 其实你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样 他呢 是个尸体店主 在家微商 靠手机挣钱 然后他就每次都鼓的电话 那你说晚上 小姑娘找你 是因为啥呀 有一天他洗澡 电话响了 我一看啊 在吗 哥 然后我就给他回 我说在 哥 我怀孕了 我就没明白 我说他怀孕了 找你干嘛呀 又一个小姑娘 晚上8点 在吗 哥 我失恋了 你是感情专家呀 失恋了也得找你 怀孕了也得找你 其实是这样的 我的客户呢 时间长了 大家也就成为朋友了 分享一些事情啊 都很正常的事情 知道的是你客户 我不当以为 怀孕孩子是你的呢 还有 我俩是这么认识的主持人 我是他的客户 然后他这个人呢 真是特别体贴 然后有一次我失恋了 他就陪着我聊天啊 怎么样 最后朝陪他媳妇了 那你是在想找个媳妇 还是怎么的呀 我之前的话 那我那会儿 也没有对象 我也没有成假 对吧 那我很正常啊 那我现在已经成假了 你担心这些事的话 我感觉没有必要 其实这些都行 他每次陪我逛街的时候 他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走 然后我每天我就感觉 我再重复一句话 诶 你等等我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也是 我说老公 怎么怎么怎么样 他 我说那这事怎么办呢 你说啥 好像我在自言自语一样 这个 就是说吧 因为咱俩结婚以后 我需要养那个家 包括车贷房贷 那你说客户我不了 我成天所有时间都来陪你 那你觉得这个家 还怎么能继续走下去呢 我打断一句 今天你为什么来 就是说我希望他 多能给我一点空间吧 你今天为什么来 我希望他更关心我一点 不是挺关心你的吗 没有 他就一直 找他的那个店 找他的那个电话 所以你在家里的工作就是 求关心对吧 对 或者是我可以上班啊 你陪着我 我们一起找个工作 陪着我上班都可以 你多大了 28 确定吗 确定 其实我感觉 我要求的不高啊 像正常 你还要要求什么呀姑娘 都听不下去了 我觉得还好啊 还好 他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啊 我俩恋爱了一年多 我问他 我问他 认识他的时候就这样对吧 就这么年是吧 对 他怎么就要结的婚呢 爱他呗 爱他什么呀 其实他身上也有他的优点 就是对父母啊 还有一个是处理一些事情是吗 他也会给我一些 就是说合理的一个建议 其实我只是跟他这样而已 我不是不会做饭 不是不会欺负 是是是 不是不会收书 可是在生活里 你不是又跟他吗 夫妻俩关起门来 就是百分之百的世界啊 但是我跟别人不这样 接着问 后悔不 有点后悔 今天来的目的是 要告诉他有点后悔 是这意思吧 我是希望他给我一个空间 啥样的空间 说清楚点 就是说我每天 我有我自己的这个时间的安排 我希望你不要打乱我的时间计划 你不能说你一会儿一个电话 一会儿干那个 一会儿一个电话 一会儿要干那个 他这样的话就把我 就是一天安排的时间计划 那你的一天安排 就是半夜给客户送货吗 主持人 有一天晚上我睡觉 十点 一整眼就半夜人没了 你吓不吓人呢 然后打电话 他说给顾客送货去了 那怎么的 客户都得半夜去啊 哪个客户半夜需要送货 不是我以说 之前就因为这个事情 损失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客户 导致也很大一个经济损失 这个我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这一次的话 我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说 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客户 大家也都促成了一个朋友和关系了 所以说有一些事情的话 跟我做个分享 在微信上聊一聊 这都很正常的事 他非常在意 我问他几个问题吧 一个成年人 可不可以有自己正常的交往 可以啊 一个已婚的成年人 该不该有自己正常的社会交往 可以啊 但是你待着我就可以啊 非得待着你 好了呢 就是不待着你就叫 非正常的社会交往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界定正常的交往 就一定要待着你 是这意思吧 我只是跟你撒娇 跟你这样 我只是希望你再关心我一点啊 不不不 你关心关心 他也许他就更关心你了呢 你关心过他吗 除了没给他洗衣服 没给他做过饭 你看啊 不洗衣服不做饭 其实你挺关心他的 他去哪儿你得问 对吧 对啊 他跟朋友在一起 你得陪着 对啊 你逛街你也拉着他陪着 你说你多关心他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一生一世 太想跑 对对对 就是一生一世 不领证呢 你还想往哪儿跑 不不不不 因为是这样的主持人 我俩结婚之前 他就说过这句话 我说我不会洗衣服 不会做饭 怎么办 他说没事 他说我会洗衣服 我会做饭 我就不会生孩子 我说太好了 就你只负责生孩子 其他的事都由他来了 对吧 他是自己说的 行 你说的 对 是我说的 后悔不 后悔 就是 别老说大话 我们来听听老师 不是如何帮助这个夫妻 走出这种 信任不信任 安全不安全 撒娇不撒娇 要爱不要爱的 困惑的 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圈 姑娘 你什么都当真 对啊 就是我这个人很天真 就不光是他 别人跟我说什么 我都信 你做的事全是 就是一味地索取 不懂付出的 这样的事情 你说你结婚 作为妻子 你尽到了什么 妻子的义务吗 我陪他一起吃苦 吃什么苦了 虽然我们现在 没有很多钱 的欠房贷 欠车贷 但是我都愿意 跟他一起去活呀 那你现在有 挣钱的能力吗 我可以上班啊 你可以上班 你上了吗 没有 所以你现在 还是花他的钱 你赔他吃什么苦了 他一人扛起了 家里的所有的 经济重担 还得照顾你 吃饭穿衣 人家高烧到 三十九度五 你还说给我 做饭去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发烧 我只知道 你爱他 你连他发烧 都不知道 请问爱在哪 所以你有什么立场 站在这儿 跟我们说 你害怕他跑啊 我觉得你没有 任何的立场 因为你没有做到 任何妻子 该做的事情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应该有 独立健全的人格 这是最基本的 你用眼睛 是看不住男人的 况且我觉得 你这不是看 你就是在作 你在证明 我能治你到什么程度 最后治的是你自己 知道吧 好 就说这么多 谢谢 男生是要空间是吧 对 要什么空间啊 妻子黏着丈夫 让我们今天听起来 是超出了正常水准 至少很多的 但是有一点不要忽略 这个是说给男生听的 你不要以为是他 黏着你 你也黏着他 你来想想 你们的生活方式 基本上两个人 全退化成小宝宝了 你也像过家家一样 我哄你开心 我就给你做饭 我哄你开心 我就去哪都陪着你 这是一种 很可怕的退化 女生 你觉得人生 你就把这个 列为常态 我只要黏着他 就会快乐 但你回头看看啊 你看看那些 两三岁的小孩 你觉得他们特快乐是吗 对 你想做两三岁的孩子 对 但你今年是28岁啊 你不成长啊 什么样的年龄 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才是快乐的 基本要素 可以夫妻之间 有这种年龄 有撒娇任性 有时候愿意 自己做个小孩 但有时候 我们也得做一个母亲 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妻子 有时候我们要做朋友 这些角色都得有 才称为人生 28岁多年轻的青春 大好的时光 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你把自己都搞丢了 你还能搞明白 婚姻和爱情吗 你必须长大 要不然 生活就会淘汰你 淘汰你的不是他哦 你会被生活淘汰 儿先生 我觉得你也要成长 这种黏黏黏黏的状态 和你有极大的关系 你也喜欢这样的模式 但你也要长大 各自找到生活的爱好和乐趣 互相帮助互相扶持 好吗 谢谢 谢谢 公燕啊 你知道那个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撒娇吗 让我们喜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情60秒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我希望你能多给我一些关心 再多一些 因为恋爱的时候你就这样 结婚的时候我不希望你别 答应的承诺就要做到 希望作为一个男人能答应我 我之前我承诺的 我也在用心去做 可能我 就婚后的话 就是说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嘛 可能 缺乏一些对你的关心 呃 我呢也希望呢 就是说 你也能多给我一点空间 也多理解一下我 希望你能让这个家增加的完美 没骂 白跟你讲了 一点都没听进去 来吧 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做的饭吗 就是一个可乐鸡翅 今天我给你做了 我希望你记得我的好 我也是友好的 哎呦呦呦呦呦 我就做了个鸡翅 就感动哭自己了 哎呀 你那个呢 我那是一枚戒指 这枚戒指呢 是在我求婚的时候 是她送给我的 是这样的 她准备给我求婚 她的小动作可能时间长了 让我发现了 然后她布置的现场很漂亮 也请了很多朋友 当她跪地下跟我说 你嫁给我的那一刻 我告诉我闺蜜 去把我准备的戒指给我拿来 然后我向她求个婚 还是那句话 我是认为这个世界上 凡数你想祈求得来的东西 你都得不来 平等最重要 谢谢老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行吧 来吧 恭喜你 可以离婚了 同有请 希望我们能一起 幸福地走下去 我真的敢 祝你们快乐 祝你们幸福 谢谢两位 请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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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